鼓声响起祭祖仪式开始 所有人跟着司仪 有的双手合十 有人拿起箱 好好祭拜祖先 每年清明节 全台祭祖人数最多的夜市中心 总会有近万名海内外子孙 一同回到桃园参加夜家的盛事 敬祖爱自己的根 不过今年想要带着思乡知情返台 还是得先以防疫为前提 毕竟夜家子孙有部分移居中国 也有部分可能从其他疫区归国 加上近万人群聚 难免会有感染疑虑 3月15号要开会来决定 是要怎么来 这位祭祖的城市要怎么来改变一下 政府也研拟 要将其他的扫墓活动 提早绘画分流 公墓 纳古塔或生命纪念园区 我们是希望能够提早 3月份就整理好 让民众可以提早去扫墓 这样人潮可以大幅疏解 目前决定等开会后 再做最后确诊 然而所有的活动举办 也会以政府的决定当作依据 毕竟大家都不愿意 纵情远道而来参加祭典 反而成了防疫漏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